全球的蚂蚁已經有億萬三千多種 它樣子都不一樣 有事兒插的 天插地插的 就很有意思 我是習政慧 今年58歲了 我是西南林藝大學森林保護學的教授 研究螞蟻有三十多年 是1990年我開始做螞蟻的分類研究 就是調查螞蟻的種類 中國有多少螞蟻 什麼地方有什麼螞蟻 牠們生活在什麼場合裡面 我們的工作主要在這幾方面 螞蟻經過幾億年的進化 有自己很獨到的地方 有一種螞蟻 它的頭進化成一個盾狀 它就用它這個頭 這個盾就把這個洞口堵住了 有個體要回潮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盾打開 讓它的螞蟻進去了 另外螞蟻進化出了 各式各樣的這些刻紋 這個花紋如果在顯紋鏡底下 它是五花八門的 所以它樣子都不一樣 有少許差的 天差地比的 螞蟻在自然生態系統中 就是改良土壤擴散種子 蠢反應控制害蠢 這四大功能在自然界非常普遍 另外螞蟻有少部分種類是有害的 比如說入侵的橫火蟻 會遮人的 甚至導致個別敏感的人羞蚊 我們必須關注它們的存在 大學本科當時學習森林病蟲害防治專業 90年我又考起了 陝西斯坊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導師就說 你願不願研究螞蟻 說我們國家的螞蟻 研究的很有限 很需要來補這個欠章 所以我就這麼起步 就開始研究螞蟻 博士研究生畢業93年 回到雲南 就開始中國西南山地 螞蟻多樣性研究 我們研究螞蟻 首先我們要以外得到 盡可能充足的標本 每年夏天7月到8月 是螞蟻最活躍的時間 也是我們的黃金時間 我就要帶上課題組的老師 我們要幹一個月左右的 以外調查工作 我自己制定了一個叫 樣地調查法 我們就是在到一個森林裡 寫一個樣地 大的這塊地 每隔10米 設一個小樣坊 在這個樣坊裡 要細細地在挖土 要挖20公分 再一步就是震動 這個樣坊上面的樹罐 讓樹上的螞蟻落下 你這樣通過地面土壤樹上 就把這個垂直空間的螞蟻 系統都收集起來 就比其他方法收集到的 要豐富 蟲老師非常熱愛昆蟲學事業 有那種激情在裡邊 每年我們出野外出差的時候 他就很興奮 有的時候為了捉螞蟻 滿身上爬的都是那種螞蟻 反正他就不害怕 一個以外調查 有貿易幹活 冒著洗衣調查 這些都是家常便飯了 有一年我們在莫托調查 他這麼一天坐下來 我一天被十二條碼環釘了 儘管我們有碼環 有各種房子 但是顧不上那麼多 然後晚上這個碼環釘的地方 就咕咕咕咕咕一直在冒息 就像火山崩潰 1998年在西川板納採集發現的一根物種 叫木蘭板納蒙蟻 目前這個種的標本只有一支 它還代表了一個新的樹 這支標本引起了國外分類學家重視 2005年他邀請我 返回美國 我就要我 務必帶上這支螞蟻的模式標本 試驗做對比研究 當時拍了 現為迪迪迦的高清照片 供全球參考 我們從西川板納到高麗貢山 一直坐著過來 一直到楊天山 我們這西部直線差不多做通了 現在我們已經收集到螞蟻標本8.1萬號 有80億萬頭之多 那麼這裡邊包含有105個信種 還有4個信數 是我們這裡發表的 那麼是全國收藏螞蟻標本最系統的機構 這是我們聚累到今天最開心的事情 現在我們正在編繫中國動物誌一課 分上下兩屆 就是希望把現在中國已知的 1100多種螞蟻給牠著熟禮說 我還考慮將來可能出一些真正的科普圖書 這個方便我們的青少年閱讀 分類學現在是萎縮的 很多人不願意做分類 但我們一直對這個樂此不比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基礎調查是很必須的 有人就問我為什麼不做螞蟻藥啊 我說我沒有那個經歷了 我也沒有經商的這個經驗 我就不做了 研究螞蟻呢30多年 最後呢就跟牠交上朋友了 其實螞蟻很有智慧 那麼牠給我們人類很多啟示 螞蟻從來不講條件 如果牠搬了一個食物 遇到障礙 牠就使勁地繞 直到繞過把食物搬回家 牠是無言無悔的 沒有什麼計較 這一點我們要先下學習 我今年58年快退休了 我準備呢這個延推三年 我必須要帶出幾個年輕人 讓牠們接著我們這活給牠做 我希望將來 去把中國的螞蟻家底搞清楚 為後系的螞蟻的其他領域研究 提供基礎的資料 謝謝大家 謝謝你